好来看到华联县议会消息 先议员徐雪玉在18号的书面咨询当中 是提出对于东华大学城优先发展区自办市地重划115.8公顷 希望华联县政府能够给予协助 先议员徐雪玉18号的书面咨询当中 是提出了对于东华大学城优先发展区自办市地重划115.8公顷 延宕了20多年当地居民自发性的办理都更 更希望华联县政府相关单位能够支持当地居民所办理的相关业务 以解决20多年来的老问题 在这一段时间大家本来想说政府可以来做一个开发 但是政府必须筹凑40亿 我想这个数目非常非常的庞大 那给我们的所有的乡亲来说做这样的一个开发 这个是政府没办法做的 后来就在去年有一批民众 这个投资者他们愿意自行开发 就自办的来开发市地重划 但他们去年也有做了一个做谈会 这个筹备会 那筹备会办了之后 去年的疫情这个时候也蛮严谨的 所以当时他们也有要了一些 但是他们做了筹备会之后 当然在去年的大概10月份 政府我们现在政府有请他把所有的资料 齐钱了之后再送到县政府 但是一直到10月份 10月底 这个自办的公司 却没有把这些资料送起到县政府 所以就被撤了 撤销了 那今年呢 他们也希望说能够重拾 重拾再来申报 再来提报这个计划 那我们也希望我们政府呢 能够协助 既然有这样的自办的这个公司呢 愿意来帮我们来筹划这个区块呢 让我们这个115.8公顷呢 能够顺利的来开发 记者林杰 华林市采访报道